好了 随着主菜叛的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正式开始 这里是PPT为您带来的2020赛季 中超联赛的第11轮 大连人在主场迎战上海绿地深花 这场比赛大连人是身穿着蓝色球衣 在后点拍是朱晨杰以及温家宝在防守 彭新利吃到了同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其实虽然是彭新利或者孙世林 您看上去是在这个防守的 是前阶给赤道的这种黄牌 应该是前阶给 前阶给现在问题还比较大 因为他这边左右两边都有人 防守压力比较大 对 他本身就其实会 你让他打有点像单后腰的位置会有点问题 而且现在问题是他感觉就像一个前控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哪一个位置出现了 对 面积也比较大 看看拉尔森 拐到中路 开始加速 看看龙东怎么来处理 外围来了一脚 远输 一脚世界波 直接试了一脚是偏出了球门 而这次世界波是势大力辰 曾经这场比赛 他的表现已经是无懈可击了 但是这脚球的球速太快了 这个球始于朝旭日一次非常快速的传球 然后拉尔森就洞穿了孙华今天我们一直在说的后腰的区域 我们再来看一下 拉尔森这次突破威胁性非常强 然后在进攻有力的情况之下隆东一脚爆肝 那一刻姆比亚被拉出去了 他应该是想要去用身体怼住拉尔森 拉尔森绕了一个圈 而且这个球感觉他的运动轨迹 就是抽出来之后好像还有一个这种向上滑的状态 这个球对于曾成来说是难度太大了 一方面球速快 另一方面就是在这种高速退防情况之下 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这个视线可能会挡住他的视线对吧 因为这个球确实中路起节奏起的太快了 就是直接很快的越过了中圈直接打到进去前 文家宝 这边林良明是要吃牌了 这是这场比赛大连人吃到的第一张黄牌 林良明刚才是一个滑铲 生花打左边比较多呢 一方面是同类和林良明确实年纪比较轻 经验比较少 另外就是赵徐日也在这一次 赵徐日去消耗他的体能的话 到后边可能会有一些好处 也算是一种保护的方式吧 但是做撞墙配合 你也没见过两个大高个进行撞墙的对吧 没错 所以他就只能来一脚 看这张黄牌是不是跑到文将这个方向 给到张冲 但是生花一旦压上去之后 就可能会不太一样 就这两个塔摁住大连人的中位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旁边的人在后上在边路起诉 最后一下了大概 这个球还有几个是要吃牌的 生花确实是这场比赛对他们也非常重要 输是不太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没错 因为后面的话就有点对他们来说不太有利了 我深圳刚赢了 因为你这样的话 等于说你就要去和自己的这个对手去直接死磕 对吧 而且是在让像大连人这样直接竞争对手的身上 让大连人拿到三分的话 这个确实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一球 同心力来处理 把球搓起来 隆东投球的解围 埃迪 甩到另外一侧 努比亚投球后侧 左脚射门 跟进还有 BG号 球进了 比赛期到第86分钟 常人战术取得了进球 就是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投球啊 最后由BG号完成了致命一击 齐康熙确实这场比赛非常厉害 觉得这个打法不是常人能够想出来的 最后大连人确实也缺乏一些可能变招的手段 又是在这个时间点丢球 又是在比赛的最后时段 没错 这个球第一下其实也是靠着空中几个高点的压制 然后制造出了一点二点第三个点就出来了 因为姆比亚和冯潇亭本来就在定位球当中 很引人注目了 西阴走了一部分 然后左边一垫再到中间 没法防范 隋康熙啊 这个永远是面上这个表情 非常的淡定 其实在最早五个换人民和出来的时候 就是在想对抗型的球队 能不能把这个用到极致 今天确实是用到 张璐这边咬着牙拼啊 但最后这两步实在是追不上 这场比赛 已经进入到了独秒阶段 当中 好了 随着主台办的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这场比赛两只球队是战成了一比一平 两回合 双方都是打成了平手 应该说这场比赛对于大连人来说的话 确实有点遗憾 因为